就记得那次 然后你的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 然后请我俩一起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了一句说 我那哥们儿就说 就是你俩人像哥哥跟妹妹一样 我说那天他穿了一个胶带服 当时很尴尬 他都那样说了 反而你没为我解脱那个尴尬的氛围 你还说什么了 你当时说 我就是很幼稚 像一高中生一样是吗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随后那么一说 我又没有说 你没有想过 你说完之后 我会不会很生气 会 会很没面子吗 不是 你说这个点 我真是不理解啊 就是 你现在想分手是吧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分手 你能告诉我们吗 我挺喜欢他的 不是 没听出来 你怎么喜欢他呀 好 你挺反感这姑娘的嘛 也不愿意跟他联系 然后带他出去 你就觉得没面子 对吧 你跟朋友们说 他比较幼稚 不成熟 你还要追他为什么呢 也不是 我刚认识那会儿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他挺开朗的 我这个人的性格吧 比较内向 我感觉我闻眼挺合适的 你们俩合适 那你能解释一下 你觉得跟他合适 为什么你不跟他 好好相处吗 反正还是挺喜欢他呢 可是你对他所有的态度都是鄙视啊 你怎么喜欢他呢 我记得我那会儿 我实习的时候 就是刚第一个月发工资 发了一千两百块钱 然后我俩就去 我快乐部玩 然后去完了 我就手里就剩下几百块钱了 就剩生活费了 那次他想吃那个猪蹄子 那天就是那个 就是很晚了嘛 到第二天我跟我朋友去吃饭 我就给他点了一个猪蹄子 给他带回来了 我可能就是表达上 我可能就是 我不会就告诉他 可能是就是因为 我先追求的你 先喜欢的你 你就觉得自己 可能很优越 很高高在上 我记得那次 咱俩第一次看电影 你居然放我鸽子 我当时还想着 跟你在一起 坐在电影园里 多么地美好 但是最后他放我鸽子 他连解释都没有 最后过了一段时间嘛 我还有我的闺蜜 我们四个人 然后坐在一起吃饭 我就聊起这个事情 我只是说了几句 就提了一下 我说他平时也 在一起也挺久了 有几个月了 没给过我小浪漫 小惊喜 虽然说带我看电影 都没有带我去 然后他当时就 你当时怎么说的 你干嘛跟你朋友说呀 对吧 咱俩都是 我没带你去 我也当时没有说你不是 我没有很严重 我只是提了一下而已 你当时那么生气 你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但是后来还是带你去 看了那个女的名字 你是带我去看了 你都没有问我要看什么电影 就在手机上 随便团了一个是吧 挺好看的 你 女生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 你已经下定决心分手了 是吧 还是没有 对 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留恋他什么呀 你明确一下 这问题你应该问过 你自己很多遍了 对 我问过自己很多遍 但是 有没有答案吧 告诉我 他会一会儿对我好 一会儿对我坏 我不知道 这问题咱们可以不答 你跟他站在一起 你自己觉得 你配得上他吗 我指的配得上 可能就是外表 你配得上他吗 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可能是因为我天生 有点自卑 然后就好像那次 他私自拿我的手机 然后发他的朋友圈 用我的手机 发他的照片 没经过我的同意 因为他总是拍照的时候 把自己拍得很帅很转 然后发那个图片和文字 从来就没有关于我的 让我怎么想 或许他就很享受那些 他不是拿你的手机 发的他的照片吗 对 但是他只发他自己的 然后平时合照的时候 他就说 拍得那么帅发了吧 因为可能是 我就 我就这种性格 然后不希望别人看到 然后评论一些 说三道四的 那样我会很尴尬 可是大家说你们什么呢 会觉得很配不上他 你自己觉得配不上他是吗 我就觉得 我站在他身边 就 就好像一个灰姑娘一样 那样子的 我会觉得很严重 我会觉得很严重 我会觉得很严重